由台東縣政府積極爭取中央補助 台東縣內第二家公司協力 托育資源中心成功站 30號在成功鎮三名國小正式切牌啟用 提供給成功、長濱、東河三個鄉鎮的 嬰幼兒托育專業服務 那這樣的一個托育中心 由縣政府跟中央爭取經費 是完全免費的 純粹的來協助我們的家長 而且因為是跟台東大學合作 用的是最專業的 裡面的空間的整個設計規劃 非常安全 然後是一個可以學習 讓孩子在這個地方 還可以繼續學習的一個空間 我們黃縣長也接受了 我小弟的建議 在我們海岸線建立的這一座 這個幼兒的資源托育中心 配合了我們東大熊教社的大力支持之下 相信我們海岸線的這一些鄉民 這一些百姓 都能夠感受到我們黃縣長的用心 資源中心除了提供托育諮詢 兒童發展、社區宣導、二手玩具交換 及零托服務之外 並將定期舉辦多場親子活動 自從有了搖曳以後呢 我小孩每天都來這裡報到 然後他本來是很生性害羞的小孩 如果來這邊的話 他就變成比較開朗 所以我很謝謝成功友誼友的大家們 其實這個托育資源中心成功站 7月就已經是營運 目前已服務超過900位的營幼兒 托育資源中心的地址在台東縣 成功鎮三明路18號 聯絡電話是089-854-822 開放時間每星期三到星期日 上午9點到下午4點 星期一星期二修館 資源中心成功站以托育友善 社區參與的模式提供專業服務 增加偏鄉家庭親子活動資源 東台新聞楊國柱陳公正採訪報導